鸿海二月份合并营收2606亿元 月减幅度17% 不过年成长仍然超过了一成 反而表示 由于去年第一季智慧型手机出货相对在低档 今年出货是比较稳健的 预料三月份开始业绩可以回升 电高集团的营收 鸿海第一季的业绩渴望优于去年同期